我们中国古代的几大商帮 这个准备先不讲了 有的说三大、四大、五大、甚至十大 那最重要的两个会商、晋商大概输了 我们商业系列呢 也准备先暂时做一个小结 再说一些这个杂谈 这个首先商业呢 不管是从事买卖 这个按道理是买卖 还是服务 所有行业都是服务 这个买卖呢 他就说现在人叫生意 其实这个新生一季 新生一亿 感觉好像就不太好 这个买卖还是比较实在的 有东西 实际的 哪怕是技术和其他的交换 你凭空生意意义就感觉不太好 所以说现在老是强调这个 就是好像更像是空手套白狼的感觉 还有就是商业从事的就是一个商品的服务啊 一是商品 二是这个这个商品就是说它的质量 这是第一的 然后价格 这些是打实的 服务 因为很多地方啊 到有些场所买东西啊 都是讲究一个服务 买一个心情 一种体验感 是吧 现在强调这个 确实很重要 你这个最起码表示你的诚心诚意 满满不成仁义在 然后就是产品的更新 你老是那几样 随着时代 随着什么 各种的变化 当然还是不够的 当然也有老字号啊 就长期那种 个别现象我们不讲 现在什么都讲究一个推广 确实也很重要 而真正的呢 就是好东西 有的推不出去 没办法 酒香不怕香的深 道理是自然在的 但是你能不能经得起那么长时间呢 沉淀 沉默 所以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就要讲流量 是吧 那你没办法 你不给你推 你没办法 就像咱们这样 那就是商业 他这个企业里面的部门 比如说 这个拿几个最重要呢 第一 就是总经理办公室 对吧 这个除了 亲信 除了一个相当的信任的人 那不能什么大包大揽 第二就是 这个财务 因为商业最终 毕竟还是要盈利 钱嘛 这个 这种地方 不是说随便 你人都能进的 这个真正搞大的话 这个都是 几乎权力部门 包括采购 衍生出来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 人力 资源 人事部 就是这三大部门 这些地方 你真的 西方叫HR 这个觉得好像 还是很先进 你学了能力 怎么怎么就行 包括跳槽 甚至猎头挖来挖去 实际上 这个 你搞不好 也是容易出问题 不是那么轻易 又给你真正的放选 你在老板面前 什么都不是 说人力资源也不对 应该是 就是蒋老师讲 组织人员发展 就是 人怎么能是资源 所有事都是人做出来的 他 最重要的 不要学他那个六大模块 就是 比如说 就是招聘 教养 培训人 都在这个其中了 养 就包括养老 甚至你的企业一生 日本的企业 大都是这样 长期 你在一个企业 会干各种职位 在美国 你就是一个职位 干到 换了很多企业 在中国 也可以稍微 调剂各种换 还有就是 重新理一下 这个进退 人员的进退 然后 教养 老死 就福利 这些东西 最后 讲成 这个在自古以来 这种东西 都是非常的 讲究艺术的 老板是天 是龙 要下放权力 不要什么都自己干 送空底下去 这种东西 想要 那种东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